現年43歲的龍亭參加中年好聲音雖然三格不入 但唱功出色的他仍簽約無線成為歌手 全力發展歌唱事業 龍亭專注唱歌工作對於私生活一直保持低調作風 但有串龍亭與資深演唱會製作人 現年65歲的優雅奎約會更被引渡在車廂內激雲 經常在自家平台直播唱歌的龍亭 近日在唱情歌《I Will Always Love You》時 憤愛投入連表情也賣力 原來愛情移以光臨 近日他身穿粉紅色西裝外套配牛仔褲 延伸尖沙咀的宣傳活動 工作後他迅速換回白色西褲 及拿著兩大袋衣服 匆匆獨自離開活動現場 急急腳直奔上了一架 早已停泊在外面的銀色私家車上 而車上的司機就是舉辦過如包場演唱會的 資深演唱會製作人優雅奎 當日優雅奎先載龍亭到九龍灣的Mega Box 兩人抵達後分工合作 女方到車仔面當走位置 而南方則往戲院買定六點長的電影 《九龍城寨之為盛氣票》 然後到餐廳會合 挑選食物時兩人有聊有講 並選了在角落的位置共餐 不過因龍亭的人氣旺盛 期間都被粉絲認出 兼要求合照 而優雅奎便用眼睛守望著女方 關懷備示 吃飽後 兩人結伴上戲院觀賞狗片 但保持距離 看完電影後 由於龍亭當晚要到電視城工作 看貼的優雅奎為怕女方肚餓 便載了他到日出看成吃米線 找到位置後 優雅奎負責叫餐 而龍亭便到一旁拿水 期間他也不忙偷望南方 一臉甜絲絲的 縱使兩餐都是光顧平民食店 但有情飲水飽 醉雍之意在於相對談心 飯後 當兩人前往停車場取車時 龍亭慢慢貼近優雅奎 更挽著她的手臂 而南方也甚有風度地為女方開門 走到闢城處 眼見附近沒人 龍亭忽然偷偷地 將手輕放在優雅奎的屁股上 跟著調皮地連番拍打 而對方也一臉受用 上車後 兩人又相視而笑 程度農事 龍亭趁停車場人跡刊事 主動將叫他移向優雅奎 接著他輕踏南方的肩膀 然後情不自禁地送上櫻桃小嘴 而優雅奎逆於迎接 一對男女變身接吻如 享受浪漫時光 龍亭曾在訪問中 表示疾偶條件是喜歡成竹刑 年紀大社經驗和能力都會強射 相信優雅奎便是他的理想人選 現年65歲的優雅奎 增於KVB幕後工作了15年 期間曾擔任中藝節目總監多年 其後過檔保麗金擔任演唱會 及商品事務部總經理 接著再出任 任行藝亞洲綜合製作有限公司的董事總經理 直到2007年 優雅奎成立新於國際中藝製作有限公司 主力製作洞督兆 演唱會和月季 優雅奎多年來 曾為阿袍龍劍生製作農程思議半世紀 任藝生《輝念農程》一系列演出開始 在2020年宣布暫被粵劇界轉戰新項目發展 據知優雅奎本身有太太及一名女兒 兩夫妻結婚約34年 FB經常都分享跟太太的合照 每年太太的生日或者結婚周年 優雅奎都會送上蛋糕慶祝 環會留言以根據表達愛意 事件傳出後 優雅奎接受訪問時表示和龍亭 早在2017年經唱片界朋友介紹下而認識 那時她想找經理人 但我太忙沒合作到 直至去年在公開場合再見 大家都說希望接下來可以合作開鬧 而今年頭我跟她談真是可以合作 不過談場地問題時又覺得過場太小 所以取消了 依然還在談一個較大的場地 她承稱自己是已婚的人 與龍亭清清白白 當日見面是為工作 拍拍是角度而已 我都感覺不到她怕我 說到激嘴更誇張 是朋友式的Hello!Rikis 親了一口臉 不是大家想到禁 我跟老婆結婚很久 也已經跟老婆解釋清楚 我都不是禁的人 優雅奎原本公開其社交網個人檔案 但被踢爆與龍亭 Hello!Rikis後 其社交網私密資料 隨即轉位封鎖 只限朋友看見內容 現年43歲的龍亭 於2017年 從瀋陽移居香港 繼而開展其音樂事業 她是新一人來到香港發展 越越不太標準的龍亭 只是一個兼職的聲樂老師 連個穩定的工作都走不到 越收入連基本的房租和一日三餐都維持不了 買衣服、化妝品更是奢侈 後來她開始做起了代購奶粉、化妝品的生意 雖然每天都東奔西跑 但好在有了落腳的地方 想著引機捱臥的艱難生活 龍亭差點就打了退堂鼓 所幸在一次朋友聚會中 她認識了有著旺角羅民之稱的街頭歌手梁志願 對方欣賞她的才華 並邀請她加入 由嘉賢歌手組成的旺角羅民歌舞團 當時她憑借著搞好外形 如鄧麗君和王妃的混合聲線大受歡迎 在西洋菜街可以說是女明星一般的存在 甚至有人專門來港捧場 風雨不改 在旺角街演約一年多的時間 龍亭有過很多難忘經歷 逢周日和假期 她便上街唱歌 每次由晚上7點唱到10點 不僅圍觀了越來越多的觀眾 更被不少人放上網 令她意外發現 接播這樣的渠道 自此龍亭這個名字 徹底在網絡走紅 旺角行人專用區的表現因人流及聲浪 當時在社會上有所爭議 故2018年8月後 該地不再允許擺街賣唱 龍亭坦然能夠理解 不過她沒有放棄賣唱 立即轉移到了更適合賣唱的西狗和尚環 粉絲一樣慕名前往聽歌 2018年有製作公司看中了龍亭的表演潛力 為她再久前舉行首次個人演唱會 反映十份理想 輾轉七年間被關於小龍女愛好的她 靠著一把甜美的歌聲 由旺角西洋賽街的街頭表演 唱到當選央視歌唱節目 星光帶到2019的總冠軍 更登上2020年的央視春晚 然後去年再下一成 於無線的中年好聲音勇奪電軍 接著在紅館開演唱會 粉絲數量雨日俱增 工作接中而來人氣雨日中天 在參賽中期間 聲稱單身的龍亭 因多次與丁文進合唱 以成為非民情侶 之後她們更無線安排合唱 《天龍八步的主題曲》 《萬水千山縱橫》 不過她否認兩人私下有戀情 我們沒什麼的 我們是藝人 娛樂大家 有沒有機會發展 都是朋友 早前 網上曾流傳龍亭在內地結過婚 但已離婚 另外亦有指 她的勞工是香港人兼獄有一子 接受傳媒訪問時 她談論私生活少之又少 並且強調私人生活 就簡簡單單沒什麼 工作的成就感 夠感情靠得住 當談到擲偶條件時 她就表示 要求的條件 是不需要帥仔和小鮮肉 有才華從要說 讓我覺得她是為我好 好疼我 年紀大點 經驗和能力會強點 最起碼有問題時 可以分享下意見 事實上 翻查龍亭的社交平台 她的確喜歡結交一班事業 有成的成熟已成 當中包括幫助她舉辦演唱會的 長市大王 契爺陳鼎賴 此外 鞋王鄧堅群也曾邀他出席 結婚55周年的紀念晚宴 以及物流業大鏗劉寫柔 於前年榮獲第17屆世界結出華人獎時 龍亭也有到場祝賀和影相 龍亭爆紅後工作不斷 去年9月爭議離街 周吉佩 曾為程軒輝王經典演唱會做嘉賓 當時同台還有陳潔玲 雷安娜 羅家良 張德蘭 仙道拉 汪明傳等多偉大前輩 而程軒輝王經典演唱會的主辦單位 就是優雅葵旗下的新儒國際 當時隆亭與仙道拉 雷安娜等前輩彩排時 優雅葵也有現身支持 到10月龍亭舉行個人演唱會 優雅葵也有現身支持 更表示 龍亭就是一個傳奇 龍亭去年11月龍亭出席2023 CASH週年晚宴 當時龍亭亦與優雅葵媽公仔滿場飛 跟對方與鮑比達等圈中前輩合照 當時龍亭亦有貼箱放上F-way 龍亭亦就報導封口 表示交由公司回應 昨日龍亭所屬TVB Music Group Remotard回應 關於龍亭女士近日的報導 尊敬的傳媒友好及合作夥伴 感謝你對我們旗下愛人龍亭女士的關注與支持 針對近日的媒體報導 我們希望澄清 所提及的情況 完全是由於拍攝角度所致的理解 龍亭女士與優先生僅為多年好友 兩人之間純粹友誼 龍亭女士將持續專注於她的音樂事業發展 繼續為大家帶來更優質音樂演出 我們誠致希望媒體及公眾能基於事實作出理解 避免不必要的誤會 雖然兩人都對報導表示否認 但仍有不少中年好聲音忠實粉絲 漢渡報導後十份生氣 此該事件影響了節目形象 也有人指今次事件 視許治安2.0 劣質藝人環有得了嗎?